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再晚安一下接近的工作 好 都该干什么干什么 没吃过狗粮啊 瞧你们没见过世人的样子 今天呢我们召集大家开会 主要是聊一下华岗海湾的设计方案 那么 华岗海湾的设计方案 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机遇 也是一个挑战 毕竟在海边 我们可以招到更好的标 去把房子做到更好 但与此同时 海边也是比较潮湿的环境 所以呢我们可能会面临一些问题 那么以上呢 就是今天开会的主要内容 你们听明白了吗 听明白了 听明白了 这次华岗海湾的项目 是我们公司后半年的重中之重 所以呢 我会调集各个部门绩销最佳的成员 售后服务部 童念 孙嘉宁 你们一会儿到项目部去报到 那么后续的这个人员调动 我也会陆续地通知 那么今天大家就辛苦了 请大家喝咖啡喝下午茶 谢谢廖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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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找我有事儿 把你调到项目部 是基于能力的考量 不是 我知道 我还以为你会拒绝 我为什么要拒绝 对 能和廖总 能进廖总的项目组 是多少人求之不得的事情 我没有拒绝的理由 对于我 得项目组求之不得 那你可要做好未来一周加班的准备 先去项目组筹备前期资料吧 好的 廖总 嗯 然后我们今天的话就 把这个弄好以后 大家再晚安一下最近的工作 好 都该干什么干什么 没吃过狗粮啊 瞧你们没见过世人的样子 起来吧 没人了 谢谢廖总 念念 你以后要是想看我的话 不用撞墙 是进来我办公室就行 我没有 我 好 麻烦去要些带装饰的logo的胶带 颜色显摸点 提到与视线平起的位置 是 廖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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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